到今年已经连续举办16年的2018台湾设计展 从8月15号开始到9月16号为止 选择在台中市复兴路三段的文化资产园区举办 今年以软映超越想象的产业未来为主题 用创意视角打造美好生活的未来 其中台中馆主视觉由国际知名设计师陈永基操刀 曾经获得国内外无数奖项的陈永基 运用特殊跟轻松的设计手法 以原点代表台中市的珍珠奶茶 人制造型象征东海陆思议教堂 跟台中胡心亭等多种多元化的设计 象征柳川、绿川、江河、纳百川的理念 这次的设计展览来讲的话 我们特别用设计的元素走一些周边的商品 那就很高兴所有民众抢购一空 那我们就赶快去补充所有的账品跟一些卖品 那其实整个来讲的话 等于说民众对台中的精神是非常应同的 在这场2018台湾设计展中 最有人气的时尚选物店 展示台中市各种文创商品跟特色糕饼 还有台中有名的青食料理 大瓜春水堂的珍珠奶茶 水杯、杯垫 还有太阳饼等 春水堂总管理处协理刘燕宁说 春水堂从市围街起家 遍及全台湾 这一次来参展 就是想把春水堂的企业理念 品牌精神、设计元素 跟大家来分享 所以其实我觉得它的设计的重点 其实在于我们对于这个台中设计 这样子一个概念的整体的呈现 那台中是一个非常多元 包容性非常广 然后非常充满活力的一个城市 所以不管是在设计 还有在食物上面 我觉得都是这一次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 台中市目前已经是台湾第二大都市 是一个多元化的文化兼消费的都会区 这一次民众只要来2018台湾设计展 三大主题馆跟时尚选物店四个地点打卡 主办单位就会赠送纹身贴纸跟摸彩券 包括有电动机车 台中市各式各样的文创商品 跟特色糕饼等丰富大奖 欢迎大家到展场时尚选物店走走 保证不需此行满载而归 记者陈文旭、杨静台中报导 掌援隔铭而归 她会青菜 内饭 感谢观看